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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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跟我走 带上玉儿 我们一家三口回到迷雾森林 过神仙般的日子好不好 好 但是现在不行 刘温的余党还没有肃清 陈国百废待兴 再给我一些日子 让我把整个国家安顿好 让这一切都走向正轨 我是王 我要掌握整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 我要从大局出发 我这样做也是无奈的呀 你的野心很大 你已经得到了承诺 又得到了刘氏家族的巨额财富 你还要得到整个天下 我已知道你准备取君家的宫中 你根本就不会跟我回到迷雾森林 你刚才的缘故 是一个谎言 我知道 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 不如我 我知道我敷衍了 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不公平 但我这样做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不想失去你啊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么爱我 那你就跟我走 离开这里 放下一切 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我就是要逼你 王卫难道比我还重要吗 你不用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其实我活不长 本来想我们能度过最后那一点点事故 我真是太天真 肃鹤 继续做你的王吧 我希望你可以得到天下 慕容 你是娇人 你是不会死的 没有你我真的也会死的 我没有跑下你 我知道 你终究是爱我 我没有输给别人 只是输给了你的野心 我已经哭过了 流过泪了 叫人一旦流泪 很快就会死去 苏鲁 我走了 大家 是 我 无用 无用 我 肯绰 朋友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尝到他的痛苦 如此圆满的一场体验 对于交人来说 已经足够了 速贺 可惜你始终不懂 我想要谁 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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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元轩之前让我给你下过 我一直欲心不忍 可是现在 是你们把我逼到这般田地 我还有什么不忍心 大王 你会忘了义气 忘了慕容岸 忘了南宫卿 你以后只听我留心词的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一个人的大王 永远不分开 哥 你以后还说 你俩检查 他已经知道 你赶紧 他还说 你让他努力 尼尾 我也想 我抓住这条的 他们俩是同国 就没有东山大王 发生什么事 刘夫人在跟你父王下毒 他在给他下骨 而且他不是刘夫人 他是南宫卿 我是尚将军 你们谁敢放肆 没有大王的命 谁敢抓我 退下 你究竟是谁 你做这一切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说 在我父王和母亲之间 你还做了什么 父王 谁是你父王 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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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雅哥哥 我不行 胡说 我们生生世世 活在这里该多好 可惜不行 不过 至少我们知道了你父王 不是真的遗忘了你母亲 至少 我们知道了很多真相 你父王的孤独 你父王的孤独 是六分 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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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带你出去 我要带你出去 你先留下 我亲 怎么了 他受了伤 你快看看他 他的刀伤没有大碍 但体内的胶珠 却撑不住了 找不到胶珠 还有什么办法 必须回到现实世界 必须回到现实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 我才能暂时 维持他的生命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 他们两话须隐 所以没有办法出去 但是你可以对吗 你既然能找到地方进来 就一定有办法出去 你帮他 要不把你留在幻境 继续寻找胶珠 只要你愿意救他 只要你愿意救他 我没你想的弄啥 没有了你 谁能找到胶珠九俊夫 出来吧 再帮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的交易就结束了 对 快点儿啊 快点儿啊 你们好危险吧 你们好危险吧 俊夫 你一定要坚持住 俊夫 我一定会救你的 俊夫 俊夫 我们什么事情逃出来 俊夫 俊夫 月儿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你母亲所有的往事 遗典 王王王 你真的居意如此吗 父王 得罪 全部给我拿下 是 我自己会走 玉儿 我们可以还个地方 好好尝尝了 是秦子烟姑娘吗 你是 是魏国公派我来找你的 他找我什么事 还请姑娘一驾 是吧 届时自会明白 殿君 殿君 你没事吧 没事 没想到我们父子 只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才有机会粗气团心 想起前程往事 父王真的做错了好多 不要再说这些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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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征王位 就让他们去征 父王 我一定想办法带你逃出去 我老了 唯一的愿望 只想去见你母亲 父王 你放心 父王不会自残性命 但对这凡尘俗事 你确实没有什么留恋了 云儿 你记住 我们每走一步路 都会有烙印 会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 我选择了全是 可如今 这才是你的优点 记住 珍惜眼前的人 别冲到我的风筝 可真知道了 你真知道了 你真是 要尽快找到那颗椒珠 去救你性爱的人 你母亲最终 也没有告诉我椒珠在哪里 不 那椒珠 可能在皇宫里 也可能在迷雾森林中 还有叶元璇也可能知道 难得 你对我对君父 始终重心 这一次 就当是你哥父亲 对儿子的忠告 要好好活下去 知道吗 父王 父王 有人要见见 你 是你王父子 最后一辟 一定要开开心心 记住 记住你有神火 再告诉你个秘密 你教人的潜能 已经被灵影打开了 如果死而复生 你会更强大 死而复生 死而复生 此处离辰国很近 你们在此铺了这么多兵马 有何企图 秦姑娘眼前所见 不过是我大军其中的 一小支队伍罢了 大军 不错 昔日 陈国用五万兵马 偷袭我城池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魏国 立兵磨马 一血当年之耻 你们要攻打陈国 是 那你们抓我来这里 是想以我来要挟陈国 那你搞错了 我只不过是陈国世子的一个死士 没有谁 可以为了我和你们妥协 秦姑娘 我怎么敢威胁你呢 再说 头一个不答应的 便是这五万兵马 你什么意思 秦姑娘 请你率领这五万兵马 这是兵力 你要我率领五万兵马 为什么 因为 秦姑娘 秦姑娘 是我们魏国未来的王 你说是 秦姑娘 接下兵符 请你率领 是 请问她 你是大王唯一的亲生女儿 你说什么 莫言 莫言 莫言哥哥 醒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 莫言哥哥呢 你又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们俩从幻境中逃出来 之后你就晕倒了 现在我把你揪醒了 我似乎 想起来了 谢谢你 主上 你又救了我 可是莫言哥哥呢 怎么了 他在哪儿 他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为什么 你们俩入患以后 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陈国表面上归顺我军事家族 可实际上 还是由苏熙 还有刘夫人掌控着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关了莫言哥哥 主上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我也想 但是现在 我这个天子身份就是一个摆设 我就是想救也有心无力啊 不行 我要去找他们礼物 我不信他们这么不讲道理 别傻了 你这条命 还是我求着姑姑才保住的 我不管 如果莫言哥哥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会独活的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 真的吗 你现在呀身子弱 你就好好地休息吧 这里说 我把苏玉救出来 你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你放心 只要你把他救出来 我一定死成长 到时候绝对不会让你们担心的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好好歇着吧 君府 你若是能分一点点心在我身上 也许我就不必那么狠肃欲了 大王 大王 一切可安好啊 我好不好与你喝干哪 我应该叫你刘心慈 还是南宫青啊 南宫青 这个名字好像已经太久没有人出急了 既然大家都把他忘了 那你也把他忘了吧 站在你面前的 是刘心慈 真聪明 这么久以来 都没发现 你不是刘心慈 想想刘心慈 真没有你那么有心机啊 你不是没有发现 而是在你的眼里 从来就没有仔仔细细地看过我这个人 在你的心里 除了那个妖孽 还有别人吗 我不准你这样讲他 妖孽 他就是妖孽 就算他死了 还是有人处心积虑地要他复活 我用蛊虫 让大王失去了记忆 可是你在梦中还是换他的名字 他不是妖孽是什么 你说什么 谁要把他复活 快告诉我 是谁 大王 你那么着急想见他呀 不用着急 说不定 他更想见你呢 叶月璇 事到如今 我也可以说出真相 我其实是刘丞相派我入宫的 而我真正的种子 是叶月璇 是他教会我用幻术还有古诺 但他也用蛊虫控制了我一生 为什么要帮他 我为什么要帮他 我能不帮他吗 我是为了让自己狗铁头生的活下来 如果你以前我对我仁慈一点的话 这些事情我早就会告诉你 可是你们有谁真正的欢心过我 可怜过我 只不过把我当作一个棋子为人 让我随时可以牺牲 随时可以死掉 想不到也有一天 妻子终于可以摆脱摆布了 来人 在 把他带下去 是 等等 念咱们俩人夫妻一场 我会跟那个人说 让你锁得通怪人 这就是你的仁慈 不必了 秦姑娘 不 将军 请你息怒 息怒 你让我怎么息怒 我 这么多年以来 我自幼以为自己是个姑娘 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我自己 而你现在却告诉我 我是叶远玄和南宫卿的女儿 而这个南宫卿 却是如今掌管 成果大权的刘夫人 而这个刘夫人 却是自幼安排我命运 毫无半点温情 只懂得利用的女人 在这世上 关于你的真实身份 只有大王知道 叶元旭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 有我这么个女儿 她有了叶珍当掌上明珠 不就已经够了你 你想想 女生真是愿意死 我与她同为公主 可是静语却如此不同 是行 如果当初 她肯把我留在身边 那么现在 在苏玉面前也许是我 将军 其实叶珍公主她 并非大王亲生 我知道 此时将军一定心中愤懒至极 可是公主她 同样是被命运捉弄啊 她要灭尘国 统一九州 所以才来找你 只要我敢 我会用最少的狗马 在最短的时间攻占都城 所以说 她还是在利用你 不过 被利用又怕什么 我想明白了 将军 就按夜远玄说的 出发 是 没什么 人 有点 有点 那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你直来直去 我就开门见山 今天 我要跟你赌一把 那时候跟你赌 我赌输了 我不甘心的 事实难料 今天你成为了我的阶下之穷人 我倒想看看 这回 我能不能压你 真没想到 当年那些小事 你竟然还耿耿于坏 对苏恒兄是小事 对我就为了你 凭什么我跟你赌 凭什么我跟你赌 凭你儿子苏恒的性命在我手里 我可以一刀 把他的性命了结 但这不好玩啊 当然 如果你怕了 不敢跟我赌 也行 我就干脆把他一刀杀了 你是说如果我赢了 你就放了玉儿 好 好 赌什么 这儿 有两杯酒 其中一杯有毒 你我各饮一杯 活的 就算赢 你要跟我赌命啊 怕了 现在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好 我们来 等等 这一杯 是我替你选的 我 我跟你换你 看你胸有成竹 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会这样做 你跟我换杯子就是想看看我的反应 来判断哪一杯酒是有毒的 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估计你会失望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你不可能从我身上看到什么 怎么样 选哪一杯 慢慢想 慢慢想 不急 反正我等了那么多年 多等一会儿 我不介意 也很慢 有什么样的 我给你 我给你 你携帅 他便用 后果严重 本来我并没什么把握 但经你这么一说 我倒认为这杯酒没毒 好 三 二 一 毒发 怎样 感觉很疼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可能选错 很简单 因为两杯酒都是毒酒 我只不过 事先服下了解药 你是不是想说 我实诈 我卑鄙 没错 我实诈 我很卑鄙 但结果我赢了 我只以结果来论英雄 用什么手段 谁在乎 我这个人非常的宽 我实诈 既然你肯跟我赌这一局 那么临死之前 我会让你们 否则相见 怎么样 你没中毒 你没喝下去 我含在口中 就算中毒也是轻微 我早知你心思狡诈 又怎会猜不出 你会这样做 你 你施诈 你卑鄙 你不是质疑结果论英雄吗 现在的结果 是我赢了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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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这么了解我 就知道我恨不得把你 错误杨徽 我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你 真正的胜负 还没有定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要用你儿子的命 来换一个人的命 一个 你我都很想见的人的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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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时候我都来 为什么他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个魂魄会在这里 是你 是你杀了他 你让他永远无法爱上别人 你 你杀了他 他是带着墙里的怨念 离开这世间的 天底下 谁还会比我更吃心 这么多年 我从未爱过别的女人 为了让他复国 我甚至连魏国都可以牺牲 你呢 你做了什么呀 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 你只知道王权 只知道天下 我现在马上就让他苏醒 你说什么 你可以让他苏醒 对 我可以让他苏醒 要有你儿子的鲜血 注入这句物声 他就可以醒来 他不仅可以醒来 他还会永远听我的好名 从此 他就是我一个人的慕容案 你胡说 胡说 我一直那么的 费尽心思 寻找花须隐到底为什么 殷实圣人 你知道为了 蛮住所有人 单下一个可以开启 华须隐的殷实圣人 我已经杀了多少人 你如此有毒 你 他那个 这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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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